秋冬防疫專案從今天開始上路 來臺旅客必須出示三天之內的核酸檢驗報告 因此這幾天桃園機場的班機和旅客數明顯增加 不少航班都幾乎客滿了 而旅客家駕搶機位 就是要再趕在最後一天反而抵國門 不過也有人抱怨 在疫情嚴峻的國家做核酸檢驗 根本不可能在三天之內拿到報告 提到印尼當地疫情 民眾心今天三十號晚間八點多 從雅加達飛底淘機的華航CI-762班機 全機一百多人 印尼外勞就佔了六十二人 機場地勤跟勞動部人員 各個全副武裝 口罩 手套 包緊緊 安全防護 做到滴水不漏 常常排隊人籠 擠滿入境大廳 疫情爆發以來 機場好久沒有這麼熱鬧 為的就是趕在秋冬防疫專案 上路前提早返台 那今天是特地趕回來嗎 對啊 今天最後一天嗎 那票好買嗎 不好買 不好買 有 票價咧 票價一樣嘛 八千多塊 哪怕票再難買也要趕在政策上路前回台下午 這架航空BR398班機全機兩百六十六位旅客 有將近九成都是越南籍移工 但同時也爆出小插曲 入境查驗身份時搬機內一名越南外籍移工已遭到台灣司法機關通緝 當場就被移民署人員帶走 然後傍晚也有一架聯合航空UA871搬機載滿旅客三百四十二人從舊金山飛回台北 從美國返台旅客就表示當地疫情嚴峻篩檢量增加要在三天內拿到報告 根本就是不可能 記者王小華 廖偉紅 桃園報導